把握黄金救援时间 热心民众和工人 合力把人抬到人行道上 这是艺人林志颖 22号的车祸救援画面 人还在医院治疗 林志颖证实哥哥已经清醒 太太陈若怡 沉默三天首度发声 说林志颖每天状况都有进步 感谢常跟医疗团队的用心照顾 谢谢救出丈夫和儿子的热心人士 这位人妻和人母的她 会在这时间报平安 是要平息网路上 已有传额的不实消息 呼吁大众不要相信 未经仇政的谣言 天文一出 硬能借好友力挺 林志颖留言加油 照顾好自己 在这林俊杰则是喊话 持续为一家人祈祷 我们两个都是左脸 左脸比较帅 他左脸比较美 我都是要让他先选 我才先选 最终我还是妥协 我只能用你 47岁林志颖曾在记者会上 自负最喜欢自己的左脸 但这次于上车祸 造成颜面多处骨折 哥哥林志杰第一时间也跑到医院 自负血都准备好了 林口长根医院院长 将会亲自替林志颖 进行脸部重建手术 会采取内固定的方式 放入钛金属 试情况评估 混用3D列印几数 大陆男性胡哥在2006年 发生严重车祸 当时他右脸以及右眼 缝上上百针 经营了十多次脸部修复手术 电影女王谢金燕 17岁也遇上严重车祸 又脸被割伤 鼻梁撞伤还评估余生要坐轮椅 但他努力复建两年重回演艺圈 林志颖目前伤势如何 等待25号下午两点 弟弟林志行出来说明 TVN新闻 今天张启云台北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